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你是不是妈妈 这些料理都很实用 因为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煮很多道菜 或者是有时候遇到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像我现在到了怀孕后期 没有办法在厨房站很久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就是纯粹的没有心情煮饭 这样子的料理一锅就可以吃好几餐 省时间 也很省钱 第一道菜是起司汉堡排风 因为意大利面 注意是风味哦 里面没有起司汉堡排 首先切好了洋葱灯之后加热 把洋葱先炒香 接下来牛角肉 有在特价所以我直接买两块 有时候我也会用 定包菇那类像肉的口感来取代牛角肉 然后加入盐跟胡椒 还有高汤 如果你有自己做的高汤最好 我是买现成的高汤 整包意大利面丢下去 让它吸收高汤里面的汤汁 中间水不够的时候也可以再补一点水 煮面的时候收拾一下厨房 然后回来看一下面的程度 依照它包装上面写的时间几分钟来煮 男友我想增加一点蛋白质 所以加了一些毛豆进去 这个步骤比较难以理解 怎么会把芥末酱跟番茄酱 还有卤酪丝加进来 不过做了一次之后就会慢慢习惯了 它吃起来闻起来就很像麦当劳即食汉堡的味道 最后再焖一下就可以上桌了 看一下 吃完的脏锅子也不要害怕 就用温水泡过瘫酸钠 让它把脏污都浮起来了以后再洗 使用的食材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这是第二道食谱 这些材料呢我都是在加勒福买的 因为加勒福有卖豆子罐头 奶油我用奶油收纳盒煎成一块一块的 每一块大概是10公克的量 我这一次用一整包的牛肋条用的是20克的奶油 如果你不喜欢这么油也可以用牛油直接来煎就可以了 牛油本身就够油 但是我因为生生小孩喜欢奶油的香味 所以加了奶油 大蒜你可以选择饱满一点的会比较好剥 前后各切掉四分之三 不要切断 然后剥皮之后再剁成蒜末 接着再切洋葱 红楼锅比较难绳 所以大概是切得比马铃薯再小一半 这样它们才会在差不多的时间一起熟透 下了牛肉块之后呢先把它们摆好 油面朝下 然后加入盐跟胡椒之后 就不要翻动了 等两分钟 让肉汁都被锁在里面 然后再翻面 另外一面再继续煎两分钟 我最喜欢用的就是台湾制的铁锅 我做肉类的料理的时候都会拿它来锁住肉汁 然后再把蔬菜类 蒜末 洋葱都放进来一起拌炒 炒出香气来 最后再把所有炒好的料一起加入压力锅 那天买菜的时候呢 因为罐头在特价 我就直接买了罐头 其实啊罐头听起来好像不健康 但如果罐头里面的食物不新鲜 它会爆开 所以罐头算是相对安全的一种包装 我直接买了罐头的番茄 豆子 还有酱汁 这个酱汁低盐低纳的纸盒 我常常的回购 搅拌一下注入水到MAX压力锅的位置 用压力锅比较省瓦斯 时间也比较快所以我很常用 像它在煮的时候来收拾一下厨房 煮完会比较轻松 没有那么多东西要整理 像这样会释放淀粉的蔬菜类浓汤 有时候我会从早上12个就开始煮 它到越晚会越浓 所以越晚越好喝 那离小朋友远一点 一文一格 那妈妈买的 妈妈跟你一起做冰棒 你应该要变热 一文一格 我也有founder 好凶 客气 面包可以蒸汤吃 嗯 Спасибо 嗯 它如果沾烤的脆脆的法国肠棍会更对味哦 或者是要加燕麦 饭 面 都很搭 yummy thank you thank you baby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希望今天的食谱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 拜拜